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那个车有些零件不和其他零件是one accord的话 你那个accord就会变成scattered或者铺毛的 所以这one accord这个词重点是在行动和工作上 在新语里面他第一次用是在罗马书15章 同心合意赞美神 其他的十几次用都是在使徒行传 就连那些人要打死斯蒂凡的时候 都用的他们都同心合意 捂着耳朵 捂着耳朵冲上去把斯蒂凡打死 但是圣经里面却是用的比较多的词 在其他书信用的多的词 一个就是oneness 我写一下啊 一个是oneness 一个是harmony 一个是fellowship 这些字呢 弟兄姊妹们呢 实际上我们要好好看一下 时间不够 我们平常讲配搭 英文词是coordinate coordinate是什么呢 学数学的人都知道 它的定义就是把几个不同的因素 不一样的因素 能够带到一里面 这就是coordinat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配搭 讲配搭 就是大家一块谈事 谈事谈完的 实际上这个词的后面的深刻的意义 就是交通 交通 是为了把不同的因素 能够带到一里面 这是配搭 那配搭的结果 就带进 一 这个一 实际上它慢慢的 你培养这个一 刚才弟兄们做见证 很多时候交通到很晚 有那么多事谈吗 非要翻来覆去 你就不能说句话 解论一下吗 没有 到一个程度 好像弟兄们谁都不说话 都在那等 都在那等 弟兄姊妹们啊 实际上有很多时候 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 就是harmony harmony我们都知道 在马太十八章 讲的两三个人 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 和谐一致 那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 在orchestra 是吧 orchestra的时候 那个叫 symphony orchestra 就是所有的乐器 都要跟着一个 乐器调音 是吧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调音 我不懂音乐 调音 最后所有的乐器 是以那个为准 刚才刘弟兄交通的 这四层啊 就是也是调音 是吧 要调 调 要调 这四弦琴呢 或者怎么样 调调调调调 就调到一里面 弟兄姊妹们 最后出来的彰显 是Harmony 是Harmony 当一个 一群配搭 无论是任何服饰 有了 有了和谐一致 你愿意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无论 这个人事物是什么 你愿意和他们 坐在一起 在那地方 无论是 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你们都愿意 达到这个和谐一致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接下来 你无论做什么 都是One Accord 到最后 都是One Accord 是 的 是 的 是